7个标准告诉你,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嫁 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有60多亿人口 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 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只有0.000049 约千万分之五 这就意味着,要找到一个能陪你走完一生的人很难 那么,什么样的男人才值得嫁呢? 1.脾气好 一个男人脾气的好坏,往往和他的胸怀大小有直接的关系 脾气好的男人不但更会包容你 更重要的是,他宽广的胸怀会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圈子 会让你觉得在他的圈子里待着很舒服 不需要整天帮他晓得怎么收拾残局 2.善良 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 善良的人通常都是大智若愚的 他们相信因果关系,所以善待一切 尤其是身边人 善良的人从来不会有贼心 嫁过这样的男人会特别安心 一是放心他会善待自己 二是放心他会善待家人 3.责任性 责任性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点,婚姻也就没有必要存在 婚姻和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责任性 恋爱可以随时喊停 但婚姻不可以 当两个人的照片被贴到小红本那一刻起 责任也随之生效 和法律要求的强制条款比起来 个人的主观意识显得更重要 责任性是婚姻的守护神 没有责任就没有忠诚的婚姻 4.孝顺 如果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 你又怎么能奢望他会孝顺你的父母 孝顺的男人除了家庭观念中 是和睦家庭的侧面体现 所以孝不孝顺真的很重要 5.主动认错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男人会不会主动认错 认错不见得是没有道理 只能说明这个男人的情相高 思想成熟 他们愿意在感情遭遇挑战时 挺身而出 这才是最重要的 6.自控你 主要指男人在极度气氛时的表现 他们有没有怒出来东西 挥拳打墙壁 或者其他自残行为 这些行为如果在婚前就被发现 是一种幸运 毕竟 终端一段恋爱关系 可比结散一个家庭容易多了 7.懂你 何谓懂你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当对方说出一句话 你就可以自然地接下一句 当你伤心难过时 他会静静地陪你 开导你 宽慰你 知道怎么样 才能让你多元转轻 露出笑脸 他可以在你拿着菜单 犹豫不决时 帮你做出最圆满的决定 如果一个男人 具备了以上七个标准 那你就赶快嫁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